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毛泽东军事思想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 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必须是融入国家现代化战略全局 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发展 是注重全面建设革命化 现代化 正规化相统一的发展 是坚持以人为本 推动军队建设与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相一致的发展 是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速度 质量 效益相协调的发展 一句话 必须努力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出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气氛喜庆热烈 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和首都各界代表 欢聚夜堂 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的盛大节日 上午十时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大会开始 全场起立 高唱国歌 全场 posts 立 庄宇国各地 线河元 установ 在热烈的掌声中 胡锦涛发表了讲话 胡锦涛说 同志们 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 隆重集会 庆祝 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八十周年 濁鹤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召开 八十年前的今天 中国共产党 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 这个伟大的事件 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第一枪的英雄壮举 以党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诞生的重要标志 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 八一这个光荣的日子 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盛大吉日 八十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人民解放军高举党的旗帜 高举人民的旗帜 牢记使命 英勇奋战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 为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领土完整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 是仅仅从全国各州人民站在一起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八十年 是为民族独立和尊严 社会发展和进步 英勇奋斗的八十年 是为维护世界和平 除尽人类进步事业 做出重要贡献的八十年 人民解放军 以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 和平之师 文明于世 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赖和战予 在这里 我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想战斗在保卫祖国 建设祖国各个岗位上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艇部队官兵 预备于军人和广大民兵 至于今日的祝贺 想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 做出重大贡献的军队离退休老同志 表示诚挚的问候 想在各个时期 为人民解放军建设 做出贡献的转移退伍军人 革命商谈军人 和立军署 表示亲戚的慰问 想在国防科技工艺战线 顽强拼搏的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和广大干部职工 致以衷心的感谢 想出席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的代表 致以热力的祝贺 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全国各州人民 致以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 我们更加怀念 敬爱的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同志 和彭德怀 刘伯成 贺龙 陈毅 罗永桓 徐向前 力荣针 一介英同志 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 和军事家 他们创建和培育了人民军队 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 建立了标平史册的功勋 我们生气缅怀人民军队成千三万的革命历史 他们为人民革命战争胜利 和人民共和国安宁强胜 而英勇献身的光辉意己 永远镇刻在人民解放军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峰碑上 胡锦涛在前面回顾了人民解放军成长和发展的光辉历程后指出 在八十年的顽强奋斗中 人民解放军培育和形成了优良革命传统 人民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集中起来就是听党指挥 服务人民英勇善战 听党指挥是党和人民对人民军队的最高政治要求 是人民解放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 服务人民是人民军队一切奋斗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 是人民解放军必须永远坚持的根本宗旨 英勇善战是人民军队的鲜明特征 是人民解放军履行职能使命的根本要求 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 体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本色 凝聚着党和人民对军队的重托和期望 是我们总结人民解放军八十年建军制军经验的基本结论 胡锦涛强调八十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同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结合起来 创造了一整套中国特色建军制军的方针原则 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三大军事理论成果 这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是引领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科学指南 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宝库的丰富和发展 胡锦涛强调 我们要深刻认识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我国发展新要求 遵循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 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 逐步增加国防投入 不断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 努力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责任 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 胡锦涛强调 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历来同党的历史任务紧密相连 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紧密相关 届时旅行好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 是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 全军同志要忠于使命 现身使命 不如使命 全面加强部队建设 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确保能够有效应对危机 维护和平 遏制战争 打赢战争 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胡锦涛强调 必须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 作为军队的根本性和基础性建设抓紧抓好 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必须主动适应世界军事变革趋势 奋发有为的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推向前进 必须坚持依法制军 从严制军 加强科学管理 不断提高军队正规化建设水平 要坚定的相信和依靠广大官兵 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活力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胡锦涛强调 我们必须发扬光大依靠人民建设军队建设国防的优良传统 进一步巩固同湖西共命运新联新的军政军民关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支持军队建设 人民解放军要大力发扬雍正爱民的光荣传统 巩固和发展军爱民民雍军的生动局面 胡锦涛说 伟大的事业铸就伟大的军队 伟大的军队培育伟大的战士 人民解放军是一个大学校大龙奴 历来纯心璀璨 英雄辈出 人民解放军千千万万的英雄模范 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舍身忘死 淤血奋战 在各项工作中拼搏进取 真创意流 在弘扬兴风正气中 功身实践 磨翻带头 用英勇顽强 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 和先经事迹 谱写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浩然之沟 他们是民族的精英 时代的先锋 是人民解放军的骄傲和光荣 胡锦涛指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需要广泛形成崇尚英雄模范 学习英雄模范的社会风尚 英雄模范精神越光大 我们的民族就越有力量 全军同志要率先学习英雄模范 努力为党和人民建立新的业绩 为八一军旗增添新的光彩 胡锦涛最后说 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的事业崇高而神圣 我们的责任重大而光荣 我们的未来光明而美好 我们党不久将召开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将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 做出全面部署 也将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提出明确要求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马克思令令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 处境社会和谐 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 正规化革命军队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继续努力奋斗 军队老干部代表 远昆明军区司令员张志秀 英雄模范代表 解放军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杨立伟 地方双拥代表北京市副市长赵凤彤 在会上分别发言 初期庆祝大会的还有 军队老干部代表 军队老干部代表 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 以及元帅大将遗双 全军英雄模范代表 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 以及首都各界代表 共约六千人出席大会 大会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队学生中闭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会开始前,胡锦涛等会见了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并同他们合影留念